好,大家请合掌,请合掌,用我们的真诚心,来称念本师释迦牟尼佛三称。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为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矣, 如何认识佛教?尊敬的主义同修,主义大德,大家晚安,吉祥,阿弥陀佛。 今天再借这个拱修的期间,再次给大家洗一讲, 如何认识佛教? 对于佛陀的教诲,对于佛法,我们一定要一个明确的认知。 这样的学习呢,才不会做错,想错,甚至以一生所做的方向,那就会做偏了。 在这个地方呢,我先给大家做一个提醒。 今天我们能够认识了佛法、听闻、佛陀的教诲, 说明啊,我们的福报,我们的上根,非常的深厚。 一尊佛会出现在这个世界呢,它不是那么容易的。 而且,出现的时间又很短。 释迦牟尼佛,你看哦,他讲经说法有四十九年, 一下子就没有了,留下这些景点, 让我们今天能够遇到,能够听到, 确实真的不容易啊。 那佛法对我们人生有没有一个很大的帮助呢? 确实很大。 我们这个世间呢,我们这个大时代啊, 有一千尊佛会出现。 释迦牟尼佛是排第四尊的, 第五尊是米勒菩萨, 米勒菩萨将来出现在这个时间, 还多长时间呢? 五十七亿六百万年, 这么长的时间, 他才出现的。 而米勒菩萨将来出现这个时间, 时间很短啊, 非常短。 只要跟他有缘, 你就能够得度了。 所以, 我们特别现代的年轻人, 佛教, 我们必须要学的, 佛法必须要学, 特别是我们将来要找到一个, 寻找一个幸福, 美满的人生, 非学不可得。 那为什么要学习佛法呢? 因为里面的东西, 太多都是好的, 都是宝, 都是好的东西。 你不学真的很可惜, 你想要过得幸福, 你想要过美满的, 你非学不可, 他真的能够帮助我们, 过得一种幸福的人生。 所以, 在这个地方啊,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明确的认知。 今天我们能够来学习, 说明了, 你跟佛法有缘, 如果没有语言的话呢, 我们是不可能的。 好, 那上一次呢, 已经给大家简单的说明了, 我们看下面的, 什么叫做佛法? 佛法是什么? 佛法是师道。 什么叫做师道呢? 在佛法里面呢, 一个老师跟学生的关系, 那不是一般的。 他的关系非常的密切的。 但是这个学生将来能不能成就呢? 关键在什么呢? 所以啊, 在这个地方啊, 慢慢来给大家, 简单说明一下, 我们作为学生, 你要用什么心态来学习佛法? 这个一定要明确的。 所以, 什么叫做师道? 师道就是指纹来学, 未闻往教啊。 什么叫做指纹来学, 未闻往教啊? 你看那个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 从各外各地来找到释迦牟尼佛, 他们来做什么? 来求学啊。 而且他们来求学那个心, 都非常的沉静, 非常的恭敬。 不像我们现在的人, 来求法的都是开玩笑的, 不是很认真的, 不相信, 不要看到外面, 看看我们自己了, 是不是这样? 佛陀在世都是这样的, 是来求学的。 没有听过老师释迦牟尼佛到他家里, 告诉他, 佛法很好, 这个佛法非常的能够让你解脱, 能够幸福美满, 有没有历史没有记载这样的, 没有老师跑到你家里教你的, 没有的, 那这个是什么道理呢? 如果一个老师到你家来教你, 你说学生能不能成就, 一般学生对老师都不会懂得恭敬, 不会懂得尊重, 不会懂得怎么样珍惜, 再好的老师, 这个学生也学不到东西的, 你相信吗? 今天如果我跑到你家里, 写福法师要来我家, 要来跟我讲经说法, 你用什么心态呢? 哎呀师父啊, 你今天不用来了, 我没空, 等礼拜天了, 我再来听经活法, 如果今天我跑到你家, 得到的不会有好的, 但是如果今天学生来到我家来求学, 那真的不一样吗? 你看那个过去, 慧可, 是禅宗第二代祖师, 为了求法三天三月, 在那个写地跪着, 跟谁啊? 跟打磨祖师跪着, 不吃不喝不睡, 跪着三天三夜, 你想一想, 过来打磨祖师问他, 你为什么要来求法? 我为了这个心, 我心不安啊, 那既然你要求法, 你用你的心来求法, 让慧可把他的那个锁臂砍掉, 供养给打磨祖师, 说明什么? 对法的那种求法, 那种非常的真诚啊, 我们现在不要说三天三夜了, 叫你跪在门口一个钟头, 你能够做得到吗? 我告诉你, 一万当中的学生, 没有一个能够做得到的, 真的, 时代变化了, 真的时代变化, 不如以前, 一代不如一代了, 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 其实老师并不是一定要你对他怎么样的恭敬, 没有, 释迦牟尼佛一生没有这样的心态的, 真的, 他一生没有这样的, 他没有说, 释迪佛, 穆建年, 摩家神, 你每天要来跟我恭敬, 你要来礼佛, 你要来礼拜, 释迦牟尼佛没有的, 只要你肯学, 释迦牟尼佛肯教, 只要这个学生肯学, 老师一定想尽办法来帮助他, 所以如果老师有存质量的心, 希望学生一定对他要恭敬, 我是老师, 你要恭敬我的, 我是老大, 你要恭敬我的, 不是常常这样吗? 有一些父母对着儿女, 我是你的父母, 我是你的老大, 你要恭敬我的, 如果老师有存这样的心, 说实在的, 那个不是好老师, 释迦牟尼佛没有这样的, 只要你肯学, 有教无类的, 释迦牟尼佛就肯教了, 所以阴光大师, 你看过去常常告诉我们, 一分沉静得, 你就有一分的利益, 十分的沉静, 你就有十分的利益, 所以那个沉静心很重要, 那恭敬心很重要, 我们现在所得到的太容易了, 对佛法不懂得珍惜, 所以, 你看看我们自己, 在学习佛法当中, 你那个恭敬心有没有? 我有看过, 有一些巨师在听经, YouTube一打开, 听我们老和尚在讲经, 一边听经, 一边看手机, 没有真正把那个心放在在听经当中的, 所以沉静真的非常重要, 比如说, 比如在一个学校, 一个教室, 在这个教室里面, 或者我们在听经当中, 这个教室里面有十个学生, 或者二十个三十个, 或者我们现在的, 我们现在在谈这个认识佛教的, 里面有多少人在听, 我所讲的, 跟一个老师所讲的都是一样的, 都是平等的, 我今天所讲的认识佛教, 我所讲的都是一样, 虽然天课的人不一样, 但是为什么, 有一些学生学到东西, 有一些学生学不到东西呢? 有些学生听了这个佛法, 就觉悟了, 有些听了佛法, 怎么觉悟也觉悟了? 你们大家去仔细的去观察一下, 一目了然, 什么原因呢? 学到东西的学生, 一定对老师都有恭敬的心, 如果对老师没有恭敬的心, 他写不到东西的, 你今天你想一想, 像师父每一次要听经, 听经之前我先理佛, 十分钟, 十五分钟, 求佛加持, 希望在听经当中能够得到利益, 目的就是这一个而已, 因为佛法对我这个人生非常的重要, 我们在这个末法时代, 没有佛法的指点, 我们会走错的方向, 你要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学生能不能成就, 关键不是他聪明还是不聪明, 关键他的那种心的恭敬, 为什么呢? 对老师恭敬的学生, 他一定是什么? 听话嘛, 老实嘛, 如果不听话, 你说, 虽然老师很好, 有学问, 有能力, 有道德, 有道德, 也没办法呀, 学生当然学不了东西的, 所以这个不能怪老师, 像过去, 我常常听到一些居士, 师父啊, 为什么听经啊, 听不明白? 礼拜五呢, 讲地藏菩萨本院就会跟大家说明这一双事情, 我们听经为什么听不明白? 什么样的原因? 很多人在祭司, 听经为什么听不清楚? 很多原因, 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你那个心没有放在, 在听经, 你有真正在听经, 所以啊, 祖师大德告诉我们, 百分之百的听话, 一定是百分之百的恭敬, 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的, 所以, 四出世间的一切的教学, 都不外乎, 我们一定要知道, 都不外乎这个原则, 你违背这个原则呢, 你无论怎么学习佛法, 无论你在这个世间所学的一切的法, 你不会有一个很好的成就的, 无论你学什么样的, 佛法也好, 世间法也罢, 你不会有一个成就的, 只要你违背这个原则, 什么原则, 就是那个心, 你有没有恭敬的心, 你看那个历史记载, 那个历史记载, 那个释迦摩尼佛的常随地址, 都是释迦摩尼佛的学生, 来跟释迦摩尼佛学习的, 你看几乎都正国, 没有一个学生不成就的, 跟着释迦摩尼佛有1255个人, 那不是一般的哈罗汉, 都是有成就的, 什么样的秘诀呢? 听话老实, 你看我们今天, 比如说我们念佛的人很普遍, 这一句名号的功德是平等的, 阿弥陀佛把这句名号的功德, 供养给十方一切的众生, 都是平等的, 为什么一万当中, 往生的人不到十个人, 原因在哪里? 违背这个原则, 什么原则? 恭敬听话老实, 所以现在做老实真的很难, 为什么难呢? 很辛苦耶, 学生很难教耶, 真的耶, 学生现在不容易教耶, 你看我们学会, 为什么要办弟子柜? 为什么呢? 就是需要把这个孩子教好吗? 天天教也没有教好, 真的耶, 现在的学生真的, 为什么很难教, 不听话, 跟你拐弯抹角, 或者甚至跟你唱反调, 真的耶, 你看我们印尼哦, 我有认识几个那个家教的老师, 我问这个家教老师, 我说你去教人家, 这个学生到家里去教, 因为有些家长, 家庭的环境不错嘛, 会请这些家教的老师到家里, 为他的儿女来补课, 我问他, 你去人家里, 家里教小孩, 最难提的是什么? 他只有两个, 学生不听话, 没有恭敬心嘛, 今天你是到家里, 去补这个孩子的课, 而且, 如果这个孩子, 在学校没有好的成绩, 父母怪的是谁? 首先怪的就是老师啊, 他不是自己的儿女啊, 所以时代不一样嘛, 今天如果这个学生来到这个老师家里, 老师我要学, 我真的很想学, 我真的, 我在学校里面的成绩, 为什么不好? 我希望老师能够来帮助我, 我告诉这个学生一定成就的, 今天如果我们找到一个好老师, 一个法师, 政治证券的, 你说你告诉他, 师父我想学学, 你能不能教我, 让我成就, 帮助我, 我告诉你, 你不要说三年, 三个月念佛成就了, 所以过去呢, 我们师父上人常常劝导我们, 劝导我们什么呢? 你要常常问问你自己, 你将来能不能成就, 你将来能不能有成就, 自己要常常在家里好好想一想, 好好反省反省反省, 你真的要好好反省反省啊, 看看哪一个有这个善知识, 善知识在这边讲, 就是有道德有学问的, 你去看一下, 现在很多嘛, 你只要看YouTube, 你喜欢听哪一个法师, 你喜欢听哪一个老师在讲解, 哪一个老师在为你讲心说法, 只要你对这个老师很佩服的, 你对他很喜欢, 你对他很恭敬, 特别他的德行, 他的学问, 你要实心塌地啊, 要跟着他学, 不要换, 你要好好向他学, 你要跟他学, 如果你能够这样学的话呢, 你不会有错的, 而且将来会有一个很大的成就, 你看过去孟子, 孟子对谁也很佩服啊, 对孔老父子, 但是孔老父子不在啊, 虽然不在, 但是论语在啊, 你看最后呢, 在中国称为孟子怎么, 亚圣啊, 还有我认识一个小朋友, 他很喜欢看那个Michael Jackson, 跳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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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歌跳舞, 你看, 他很佩服他, 死心塌地, 天天看他的影片, 写了一模一样, 走路一样, 跳舞一样, 唱歌也是一样, 我就是有这个很的奇怪啊, 像我, 像我自己本身, 你看, 我喜欢听我们师父上人讲的经, 我听听听他讲的经, 对我有很大的好处, 但是今天如果我们今天喜欢这个善知识的太多了, 太多了, 那你的心就容易散乱了, 为什么呢, 变化无常嘛, 所以老实告诉我们, 不但佛法你也没办法学好, 连世间一切法你也学不好, 所以无论是法佛法, 如果我们要学好的东西, 要学好的话呢, 我们一定要懂得一个道理, 什么道理呢, 一门深入啊, 你要一门深入啊, 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知道的, 特别是现代这个末法时代, 不要太多, 不要找的太多, 学的不要太杂, 学的太杂了, 我们没有那个定工啊, 我们没有那个功夫, 也没有那个时间, 我们在这个世间生活的太短处了, 没办法呀, 像有一些人说, 师父我要法门五量寺院学, 法门五量寺院学好, 但是没有时间, 所以一定要一门深入, 真的, 你看那些, 运动员啊, 比如说, Michael Jordan, 你看打篮球很有名, 对不对, 很有名啊, 他为什么会有名, 成就感啊, 他为什么成就, 一门深入, 你看我们的祖师大德, 三藏十二部, 通通方向, 八万四千行, 通通方向, 依据阿弥陀佛, 最后作为我们的祖师大德, 所以, 我们在佛法里面, 如果你想要真正能够学好的呢, 一个老师, 过了, 那你们的心目中, 你的老师是谁呢? 不要太多, 你要以老师, 哪一个老师为主, 对不对? 像我们大家, 都是以我们师父上人, 以老师为主, 我们都是学生, 所以, 一生一个老师就过了, 你会有很大的成就, 为什么呢? 一个老师, 你走的路只有一条, 如果今天你有两个老师, 你走的路就有两条, 就插路了, 今天如果你有三个老师, 你走的路就有三叉路口, 不知道往哪里走, 是个老师, 那个就死至街头了, 不知道往哪里走, 老师说这边好, 等一下这个老师说这个好, 等一下那个老师又说这个更好, 等一下又另外一个老师, 这个比这个更好, 你说我要选哪一个? 就乱掉了啊, 对不对? 像我以前的时候, 刚刚出家, 这个人跟我介绍, 你要写禅宗好, 等一下又这个人, 你要写秘宗的好, 又等一下又一个人跟我说, 你要写什么, 天台宗也好, 到最后不知道写什么, 真的耶, 你看那个图片, 你看, 画得好, 你看, 一个人站在中间, 我要往哪一个地方, 我要往哪一个, 往西, 往南, 还是往东, 往北, 乱掉了啊, 一门深入, 你要锁住一个目标, 你不要写的太多, 写的太多, 写不好, 如果我们这样学习的话呢, 那就完了了, 为什么呢? 没办法成就, 真的没办法成就, 你从你的眼睛里来看一下, 哪一个成就的人, 成功的人在这个社会上, 他们都是一门深入的, 无论在释法, 无论在佛法, 无论在企业家, 他们都是一门深入的, 把心投入在这个地方, 专心专意真正投入了, 一心一意能过来, 从这个地方奋斗, 努力, 精进的, 你会有大的成就的, 你要一生做老师, 你要一门深入做老师, 对不对? 你现在想要做一个跳舞的老师, 你就好好专门跳舞的老师, 你今天想要做法师, 那你要好好做法师, 没有一个不成就的, 所以特别现代的年轻人, 你看现代的年轻人很多, 好学的人很多, 好学的人太多, 为什么不成就呢? 眼晕在哪里? 只有一刻, 都是在十字街头, 无所射宠啊, 毛病发生就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很多人啊, 这些年轻人自以为是, 很多自以为是, 所以现在在你的眼前, 有多好的老师, 什么样的老师, 无论这个老师有道德, 有学问, 有能力, 如果你这样的学习的话, 用这种的心态态度的话, 你是不会有成就的, 这个叫做私道, 这个叫做私道, 所以从今天开始啊, 你要把这个私道的意义, 好好拓着就明白, 一部经好好听, 一个法门好好去学习, 所以学佛不但要亲近一个老师, 还要专修一个法门, 这样学一定会有一个很大的成就, 而且这个成就就是什么呢? 就是亲近心, 我们学佛不是这, 都是求这一个嘛, 没有别的, 就是亲近心, 那你有什么得到亲近心? 一门深入, 好好听, 老师教我们做, 我们就怎么做, 老师教我们学, 我们就怎么学, 老师教我们不可以的, 我们又听话老师, 是不会臭的, 所以现在我们最大的毛病, 就是在这个地方, 不听话呀, 那怎么麻烦呢? 真的, 真的现在的人很不听话, 你怎么打, 你怎么讲他, 他也跟你唱反调, 我们也没办法, 像过去你看, 我有遇到一些几个学生, 我遇到一些几个学生, 你怎么教他, 他会给你唱反调, 师父, 如果我们这样学的话, 那时代不一样, 我们要随着变化, 我们要广学多文, 才能够帮助社会的问题, 才能够帮助这个世间的问题, 谁说的呢? 不要帮助这个社会的问题, 你自己的问题都有成问题的, 帮助社会的问题,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 得清净心的现象是什么呢? 一个人能够得到清净心, 因为这个是学佛嘛, 所以我刚才已经讲过, 佛法是高度的智慧, 今天你能够学习佛法, 那不是一般人啊, 因为我们跟其他的宗教不一样, 你看其他的宗教有没有讲清净心, 没有, 唯独佛法才能够讲清净心的, 唯独佛法才会有讲的, 那一个人能够得到清净心, 所现现的出来是什么? 你的烦恼就清了嘛, 你烦恼清, 你的智慧就增长,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最大的受用, 我们最大的受用就是这个, 你生活非常的美满, 生活非常的快乐, 非常的自在, 为什么? 你的先清净, 你的先清净从哪里来的? 从你的沉净心, 从你的恭敬心, 所以世间所有一切问题, 又怎么样解决? 唯有真正的智慧, 才能够解决, 除此之外, 没有第二个方法, 能解决我们的问题, 所以佛法为什么都在着重, 讲什么呢? 讲智, 讲觉, 那为什么呢? 因为世间人最缺乏的就是这两个东西, 我们世间的人现在这个时代, 特别在这个末法时代, 现在你想要快乐, 幸福美满, 你最缺乏就是这一个, 你的智慧, 你的正确, 所以过去呢, 我一般在我的道场, 礼拜天共修完, 都会跟大家这个同修啊, 聚会, 一边谈佛法呀, 一边喝茶, 一般在雪梨我没有了, 我没有这样做过, 在一般我在雅加达有这样的, 一般工修完了, 大家留下来呀, 有些几个人啊这样, 特别是一些企业家的, 我常常问他们, 我说, 你们在这个世上什么都不缺, 有钱有钱, 有房子有房, 什么都有了, 你们最缺乏的是什么, 打不出来, 你们最缺乏的是什么, 打不出来, 很多啊, 打不出来, 真的, 你说他会不会诵经, 很会诵经, 你说他会不会念佛, 也很会念佛, 你说他们会念佛, 也会念佛, 你问他, 你在这个世上最缺乏的是什么, 心安, 快乐, 快乐从哪里, 从你的智慧, 从你的正觉, 譬如我们自己最贴身的, 讲我们自己本身, 能够解决我们现在, 现前我们本身的问题, 我们的问题很多啊, 为什么我们应得很多, 因为我们是反复啊, 反复才有问题的, 上人没有问题的, 只有反复才会有很多问题, 上人是没有的, 解决我们现前生活的问题, 让我们生活的问题太多了, 不记及处的, 太多了, 从你们的脸上看到都可以, 看得出来了, 说实在的, 不要这个东西很明显的, 从我们的脸上都表出来了, 如果我们要让我们的生活过得自在, 过得美满, 过得幸福, 你要靠什么? 这是靠智慧吗? 靠正觉吗? 只有智慧, 正觉才能够靠得住, 慢慢会大家, 等一下下面会慢慢跟大家说明, 为什么能够靠得住, 靠谱, 安全感, 所以现在你想要找到幸福快乐, 外面的这些身外置物的, 很多人说, 只要我, 很多钱, 能够住好的房子, 过得好的, 我的幸福就有谁说的, 不一定, 你看现在很多人, 现在贵而不安, 富而不乐, 你看哦, 我在我自己的道场, 一般有些年轻人, 他们都会办婚礼, 但办婚礼之前, 现在到我们佛堂, 说三规五戒, 那三规五戒之前, 他会找一天来听课, 我会给大家讲课, 讲这个三规五戒, 就是说, 他们到佛堂来做三规五戒之前, 来到这个寺庙来请法, 我们法师会跟他讲这个三规五戒, 对这个年轻人的, 我常常问这些年轻人, 我说, 你们两个人结婚是做什么, 为了什么结婚, 为了幸福, 那怎么幸福呢, 只要我能够帮助他过得好的生活, 房子, 有车, 有钱, 有地位, 那他生活都会很幸福, 谁说的呢, 如果这样的话, 那现在的理分率为什么这么高, 而且理分率的, 生活的环境都是不错的, 有钱, 有地位的, 这个是从我们的小的范围来讲, 他能够解决我们现前的生活, 那从扩大来看的呢, 就是解决我们现在家庭的问题, 解决我们工作的事情, 解决我们整个社会问题的事情, 这些问题统统要靠什么呢, 靠着真实的智慧, 这个我们学佛的人一定要知道, 你不能把他忽略了, 你不能把他忽略了, 你要靠这个, 其他的靠不住的, 他只是身外之物而已, 如果今天你真的想要找到一个自在的, 幸福的, 你要从你的内心的世界去找, 外面的世界是找不到的, 无论你怎么努力, 他只是带来烦恼, 带来痛苦, 带来忧虑, 外面的世界就是这样的, 只有你的内在的世界, 才能够真正让你幸福自在快乐的, 但是如果, 但是, 如果今天智慧里头有掺杂有烦恼, 那这个是不能解决问题了, 这个不能解决问题, 为什么你看今天的世间的人, 聪明的人很多, 我们每个人都很聪明, 我们中国不是讲了一句话吗, 聪明反而聪明无望, 是真的, 你看现在有很多那些政治家呀, 领导人啊, 宗教家很多了, 他们的聪明都是用在哪里, 他们都是认为自己很聪明的, 那结果呢, 把整个社会越搞越乱, 搞到最后老百姓越来越辛苦, 什么原因, 你看现在这个社会, 很动乱了, 老百姓越来越辛苦, 过得很辛苦, 过得很辛苦, 什么原因呢, 因为智慧里头, 他有掺杂了什么, 掺杂自己的烦恼, 自己的妄想, 自己的分别, 自己的执着, 再加上他的自私之力, 明文立扬, 种种的贪嗔是脉语, 就是这个, 所以搞到现在这个社会这么复杂, 搞到现在这个社会这么动乱, 谁在搞呢, 就是这些人啊, 很聪明, 但是不老实, 很聪明, 但是这个聪明, 都是带着什么, 带着自己的欲望, 过去我们常听到, 有第一次世界大战, 有第二次世界大战, 难道没有第三次世界大战吗, 我们希望求佛菩萨了, 加油, 希望在我们这个时候, 千万这个事情不要发生, 那如果这个发生的话, 那就阿弥陀佛了, 真的耶, 祈求佛菩萨加油我们, 千万不要发生在这个我们时候, 你看我们现在发生这个疫情, 带来多的麻烦了, 我们每个人也不想, 也没想到突然间冒出来这个问题, 你看, 没有一个人能够想象出来的, 突然间冒出来, 突然如果有一天突然冒出来, 第三次世界大战, 那就完了了, 真的完了, 所以前两天有一位居士, 他说师父, 以前有机会哦, 先生常常跟我说, 哎呀, 去国外以为一下, 走一走, 晚一晚, 现在你看疫情来了, 你想要出一个门就很辛苦, 很后悔, 没关系啦, 不要后悔啦, 那都是假的啦, 将来到西方几个世界, 不要说欧洲欧洲, 你动一个念头, 意念举字, 你都到死方诸佛国土, 你就能够去观光旅游, 那不是更好吗, 也不用买机票, 也不用订饭店, 也不用吃东西, 也不用怎么样, 随便你, 你要看什么, 应念举字, 你都能够看得到, 哎呀, 我要看, 哎呀, 我们的学历尽忠学会同学在做什么, 都能够看得到的, 很容易的, 应念举字的, 所以现在这个社会的动乱, 世间的人, 他们的起心动念, 第一个考虑的, 你们大家继续留意一下, 第一个考虑到的先什么, 先自己的利益啊, 难道, 社会不动乱吗, 所想的就是自己的利益,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我值, 我值就是因为我值, 你的贪心就来了, 因为我值, 你才会有称慧的心, 因为我值, 你才会产生了, 基督的心, 厌恨的心, 讨厌的心, 甚至于, 斤斤计较的心, 通通通都是从你的我值, 产生出来的, 你们知不知道吗, 你知道今天你为什么会烦恼, 你的烦恼从哪里来的, 从你的我值来的, 从你的傲慢的来的, 没有别的, 通通都是从你的我值产生的, 从你的自私之力, 所以佛告诉我们这大成精, 真正的智慧, 第一个要我们要处理的是什么呢, 就是把我值破掉, 这个才是真正的智慧, 没有真实的智慧, 没有真实的功夫, 无论你修什么样的大神佛法, 都是枉然的, 无论你怎么修, 你就不会成就的, 只要你那个我值还存在, 你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你不会有幸福的, 你不会有快乐的, 因为那个我值就是你的大障碍, 我值就是我们最大的烦恼, 你没有把它突破, 你们两个人的生活是没办法的, 一个国家不会带来和谐的, 一个社会不会带来安定, 一个家庭不会带来和睦的, 一个团体不会带来团结的, 再加上我们的佛堂, 比如说, 一个道场会带来兴旺的, 从而言, 我值得存在, 所以佛劝保我们, 如果能够把这个, 你的私心, 你能够慢慢的去避免, 去离开, 所想的就是怎么样来利益大众, 所想的怎么样来利益大众, 像我过去, 我有遇到一个居士, 老居士, 我说你生活都很好了, 但是我看你天天都是为大众做事, 你不辛苦吗? 这个居士跟我讲一句话, 他说他不辛苦, 只要能够让利益得到大众的, 大众能够得到利益的, 有多辛苦, 我们要想尽办法来帮助, 真的耶, 我们今天做一点事情, 比如说在一个道场里面, 做了一点点的事情, 遇到了一点点的障碍, 验天尤人啊, 发脾气啊, 不高兴啊, 不计较了, 什么事情都出来了, 哎呀, 现在的人真的很够麻烦的, 遇到一点点的事情, 都不高兴了, 讲他几句话, 明天不来了, 真的啊, 所以, 由此可知啊, 如果你用这种的心态, 你真的能够得到真实的利益, 正觉, 它是有标准的, 所以, 为什么我们学佛首先一定要从正觉开始, 就是要把你的私心, 把你那个我执, 自私自利, 要看破方向,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正觉, 明白吗, 听懂吗, 英文怎么说, are you understand, 是不是这个, 这个是不是这个, 我不讲, 但是说起码的就是有这样的, 所以从今天开始, 从今天开始, 你一定要好好认真, 我今天学佛, 首先, 我要从正觉开始, 正觉主要是叫做什么, 把你的我执, 把你的自私自利, 把你的私心, 你要慢慢的看破, 慢慢的方向, 你那个慈悲心自自然的就出来了, 这智慧自自然的流露出来了, 这个叫做正觉, 那这个就是我们对于佛法的这种的名称, 叫做正觉, 简单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什么叫做正觉, 正觉里面他没有我执, 没有自私自利, 没有私心, 这个叫正觉, 只要你还有私心, 你还有我执, 你还有忘却, 你要分别, 你还会有明文力啊, 那个不是正觉, 那个觉是偏的, 那个智慧是偏的, 那不是正的, 好, 这个简单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那第二个我们来看, 这个就是往上升, 体身来看一个学位, 我们刚才讲的是正觉, 那我们现在再往上去, 学佛嘛, 会达到最高的目标嘛, 你要, 叫做什么, 就正等正觉了, 这个学位啊, 这个学位啊, 相当于硕士的学位, 那很高, 那我们要知道, 等这个字的意思, 是什么呢? 等于佛, 当然他还没成佛, 等于佛而已, 但是这个比阿罗汉, 比正觉还高, 所以我们佛法, 佛教跟其他的宗教是不一样的, 释迦牟尼佛告诉我, 一切众生都有这个机会能够成佛, 今天我已经成佛了, 你有机会成佛的, 都是平等的, 在其他宗教是不一样, 其他宗教只有一个上帝, 你永远做不了上帝的, 那佛教是没有, 佛教每一个众生都能够成佛, 那什么意思呢? 时间到了, 因为九点多了, 这个最后要做一个回向, 其实呢, 下面很多很精彩啊, 要跟大家来说明, 这个就是我们学佛, 不但你要得到正觉, 还是要正等正觉, 你想一想, 这个目标太了不起了, 所以你学佛真的了不起, 你要正等正当正觉, 你要正等正觉, 你要正等正觉, 你有相信吗? 你有信心吗? 不要做阿罗汉, 我要的是成佛, 我要跟释迦牟尼佛平起平出的, 我将来要成佛的, 我将来要成佛的, 你有这样的信念, 就是说, 这个虽然很高, 但是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 你要相信你自己, 只要你有这样的心愿, 你有这样的志向, 你有这样的疑力, 没有一个不成就的, 但是在成就当中, 你要付出代价的, 你要付出什么代价? 你要忍辱啊, 无论怎么样, 你要忍, 所以佛法一定要在生活里面去考验, 你不在生活里面去考验, 你得不到, 你不知道你怎么样的经济, 你的经济到什么样的程度, 你不知道, 所以眼睛所看到的, 你要忍, 耳朵所听到的, 你要忍, 无论遇到什么样的, 你要忍, 什么都要忍, 忍到最后呢, 不知不觉, 你得到清净心, 你不知不觉, 你已经正等正觉了, 那这个就是恭喜你了, 这个叫做什么? 就是good luck, 这个简单, 今天讲到这个地方, 我们下个星期, 再来给大家说明正等正觉, 什么叫做正等正觉, 这个学位不是一般的, 这个必须给大家说明, 今天讲到这个地方, 如果有讲错的地方, 请大家多多批评, 多多指点, 在这个地方, 师父祝福你们, 祝福你们, 这个, 六十吉祥, 老师念佛, 谢谢大家, 阿密桑佛, 阿密桑佛, 阿密桑佛,